好在这一边呢 我要给大家整体的了解一下 那个 ap 的概念 ap 呢他是怎样的东西 他是重复的加 或者是重复的减 那个就是 ap 然后在 ap 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我的那个 呃他第一个 terms ok 就这样重复的加重复的减 假设我在这一边我有10 然后13 然后16他重复的加3吗 这样点点点 ok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呃他的 那个呃这个我们要证明他是 ap 的时候 第一个做法 就是 d1 等于13减10等于13 然后我的 d2呢是16减13 然后在这个是等于3 ok 然后他也等于3 然后因为 d1等于d2 所以他的都是等于3 所以他是 ap with d等于3 然后他 a 是10 这样 这个是我们证明他是一个 啊 ap 的方式 然后我们的 ap 呢 我们可以讲他第一个 terms呢 第一个 terms是 a 第二个 terms呢是 a 加 d 然后第三个 terms呢 是 a 加 2d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个是 first term second term 和 third term 然后我的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这一个其实是 a 加 0 d 然后 a 加 1 d 这个是 a 加 2 d 然后接着这个呢 其实是 a 加 1-1 d 这个是 a 加 2-1 d 这个是 a 加 3-1 d 所以你看一对一 二对二三对三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的那个 呃 tn呢 是 a 加 n-1 d 这个就是 tm 的 formula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的 d 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 a 是什么 a 是他的 first term 然后 d 是什么东西呢 d 是他的那个 common difference ok common difference 的情况之下呢 他可以用 t2-t1 然后他也可以是 t3-t2 然后以此类推 然后其实呢 他就是那个 tn-tn-1 就是这样 就是t后面的减 t前面的一个 这样 这个就是他的 common difference ok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东西 ok 假设我现在要找他的第十个 ok so我要找他第十个 so 第十个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是 呃 tn 我们刚刚的 tn 等于 a 加 n 减一 d tn 等于 a 加 n 减一 d so 他是 a 是10 加10减一 dd 是3 ok 在这一边 我这个 a 是10 然后 d 是13减10等于3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10减1 然后我拿到的是那个 939 27 27加10 他就37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其实我能够做的事情是暴力破解 暴力破解是怎样呢 就是说我的10 我下一个会是什么东西 加3 他就19 加322 加325 加328 加331 加334 加337 所有的 t10是等于37 这一个 t10等于37 t10等于37 就是这样来的 ok 好 然后 在这一边有一些题目呢 他可以要你找tn的general formula tn的general formula呢 他是a加n减1d 然后我的这个a是多少 10 然后他n减1 dd是多少 d是3 所以他会变成10加3n减3 所以他会变成了7加3n ok so 这一个我们在form2 chapter1的时候 我教我的学生 他这一个重复的加3n 他前一个是7 所以7加3n 所以7加3n就是将来的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我的t1是什么 我的t1就是 呃7加3乘1 然后他变成10 我的t2是什么7加3乘2 就是13 so他的d是什么 t2减t1 然后就13减10等于3 ok 然后我要找的是t10 t10是7加3乘10 然后他就会变成37 ok so在这一边我们就讲了他的那一个ap的第一个部分 ok 就是tn的这个部分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的一样东西就是sn sn呢就是他加到the n个terms 所以我的sn呢 他其实是t1加t2加t3 然后再加到最后一个是tn 前因一个是tn-1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那个sn呢 他的那个formula呢 他是m2 然后2a加n-1d 然后或者是我的sn呢 是m2 然后a加l 这样的一个last term so这个formula其实怎样来的呢 就是说我刚刚的这个sn呢 是t1 t1是a t2是什么a加d t3是什么a加2d 然后在这边tn是什么呢 tn是a加n-1d 然后接着这个是a加n-2d 前一个是这样 然后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equation 接着呢 我的sn我可以导反过来讲 他是tn加tn-1 加点点点 再加t3加t2再加t1 所以我的这个sn呢 等于a加n-1d 然后再来a加n-2d 然后第三个这个是a加2d 然后再来这个是a加d 然后再来a 这个是我equation2 ok so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拿我equation1 来加equation2的时候 我两个sn 然后我这一个2a加n-1d 这一边2a加n-1d 是这个是a 跟这个加上来会变成这个 然后接着呢 再来加多一个 2a加n-1d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是这个加这个会变成这个 so我的a加d加a加n-2d的时候 然后他a加a变成2a 然后这一个其实是1d嘛 他coefficient1加n-2d 然后他就变成2a加 那个n-1加2 加1-2 就n-1哦 d2a加n-1d 然后再继续这样加加加 然后他最后一个跟最后两个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他在这一边 他这个是2a加n-1d ok so这一个其实就是最后一个 再加这个他就变成这样 然后他总共有几次呢 他总共有n次 这一边他有n次 ok 所以我的这一个2sn呢 会是等于n个2a加n-1d 然后所以我的sn等于n2 然后2a加n-2 然后2a加n-1d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 我们这一个就拿到了 然后我们这一边呢 我说我的last term呢 就是我的tn tn是a加n-1d d 所以我的这一个东西 他也等于n2a加a加n-1d 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个2a拆开变成这样 然后接着我就可以把这一个last term是这一个东西 他就会变成呢n2 然后a加l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用回刚才的这一个东西 ok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要找那个 呃s s10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会变成了10 百二 20加10减1 3 ok 然后这一个就会变成了5 然后20加27 47 47 乘5的情况之下 这一边我这一个47乘5 所以他这一个是235 然后我的这个s呢 他也可以是10 百二a加l 10加37 ok 所以他这一个也是235 然后这个暴力破解的话呢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10 加13 加16 加19 加22 加25 加28 加31 加34 加37 ok 直接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来加的话呢 是235 所以学校老师如果他出的题目呢 太小的号码的话 S10的话你直接暴力破解给他 看他给不给你分 ok 10加13加16加19加22加25加28加31加34加37 但是我还是觉得用formula会比较快了 ok 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我的a呢 就是说我的a呢是10 然后我的d是3 开机会比较高的 so我的sn等于n我的d 然后2a加n减1d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n220加n减13 它就会变成了n220加3n减3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n2 然后17加3n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 那个172n加320n2 所以这个是它的sn 所以在ap的题目的时候呢 它有一种提醒是它给你sn是什么东西 所以它给你sn的时候 你要知道几样东西 就是说你的那一个 他给你ok 那个sn in formula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的first term呢 其实是那一个se 然后你的那一个 什么 nterm的话呢 它是sn减sn减1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t2的时候呢 我拿s2来减se 然后接着我就可以拿那个d 就是我的t2减te ok 他要找s的话就直接是s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sn是这个东西的时候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的那个a是se 所以是17.2乘1加3212 所以它会是10 然后我的s2呢 然后我的s2呢是17.2 2加3.2的a square 所以这个是17加6 然后17加6的情况之下是23 这个是我的s2 所以我的t2呢是s2减se 1所以是23减se 然后它是13 所以你可以看到10 13对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要找我的d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的d呢 会是等于 那一个t2减te 所以是13减se 然后它也就是3 ok 然后我刚刚的这个东西 他拿到的是 如果我要找的是s10 s10就是220加320的10 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 17乘10 170除2 加3乘100除2 然后我拿到是235 所以这个235 跟刚刚的这一边的 这个235是一样的 然后接着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tn 会是等于sn-e so 我在这一个啊 如果我要的是t10 然后呢 s10来-s10-e的这一种东西 但是这一个 这一个我就有点不想做了 所以在这一边 你看啊 17博2 然后x 然后加3博2 然后x square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放10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235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那一个t10 会是等于 这一个235 然后 不是t10等于235 这个是s10等于235 ok好 这样的时候我在这一边我可以找s9 so s9是17x29加329的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 sub9进去 我拿到的是198 所以这个是198 所以我的t10呢 是s10-s9 所以它是235-198 所以我在这一边 235-198 所以我拿到是37 所以这个等于37 所以我第10个term是37是正确的 ok so我的sn-sn-e的时候 我要general form的话呢 他在这一边sn是这一个 ok 然后他的那个n-e的情况之下 会是什么东西呢 减 挂弧 172n-e 加302n-e的square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呢 会是变成的那个 啊 172n加302n- 然后172n加 这个是-172 加302 然后这一边的 这一个是那个 这个呃 n square-2n加1 然后他在这一边 他会变成172n加302n square-172n 哎 等下啦 这个还是172n-172 加302n square- 加----3n square-3n 然后加302 然后他就会变成172n加302n bigomes 所以我的这个312n square-3.2.s qi.oca 范掉了 然后持 reveals 172n-172n 没有了 所以他剩下的是什么 他剩下的是3n 然后加7 ok17-3 就14,14 Cause soldiers 就变成了7 3n 加 所以我的 Tn 等于 3n 加 7 So Tn 等于 3n 加 7 跟我刚刚的这个 7 加 3n 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可以用一个例子 把整个 AP 的所有东西都连贯起来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呢 它是 Tn 是 Sn 减 Sn 减 1 这个 formula 是我们要知道的 ok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是因为你心里想啊 我在这一边我的第一个加第二个再加 ok 继续加到第 N 个的时候 这一个整个东西呢 它还有一个 N 减 1 然后再加上这一个 N 个 So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整个全部加上来 这个是 Sn 然后他之前的这一些加上来是 Sn 减 1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要拿的是 Tn 的时候 这样我就用 Sn 减掉 Sn 减 1 就是 Tn 所以我的 Tn 是 Sn 减掉 Sn 减 1 就是这样来拿到这个 formula 的 ok 所以简单的来讲呢 就是说我的 S10 呢 就是我的第一个加到那一个第十个 然后我的 S9 呢 是第一个加到第九个 ok 当然我在这边加到第十个之前 它还有一个加到第九个的存在 ok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的 T10 呢 就会是 S10 减 S9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刚刚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我的那一个呃 T10 是这样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刚刚的这一边呢 这一个我的 S10 我拿到的是 235 然后过后我的这个 S9 我拿到的是 198 然后我就拿我的这一个 S10 减 S9 我拿到的就是我的 T10了 所以这一个是198 235-198 37 ok 那个就是 T10 所以我们拿到 T10 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找 ok so 我的 T2 就 S2 减 S1 T3 就 S3 减 S2 然后 T76 S7 减 S6 与此类推 好 在这一边呢 他这一种类型的题目呢 他还有一样 他还有一样 他还有一这个延伸出来的那个题目是这样的 他在这一边他要你找 sum of 第六个 Terms to 第十个 Terms ok 第六个 Terms 到第十个 Terms 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一边 T1 然后加 T2 然后再继续加到 T5 加 T6 的时候 然后再继续加到 T9 加 T10 这样的一种东西的时候 我知道我现在题目要的是什么东西 题目要的是这一边 题目要的是这个 T6 T6到 T10 加上来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他前面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所以第一个到第五个 这个是 S5 然后他整体整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他整体整个是 S10 ok 所以我要第六个加到第十个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就直接拿 S10-S5 前一个 ok 如果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T3到 T7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就是 S7-S2 这样 与此类推 然后我要的是 T5到 T9的话呢 这样这个就是 S9-S4 ok 7到最后一个就 S7 9 第九个 第三个开始的时候我就减掉 S2 第五个开始的时候我就减 S4 减掉他前一个 所以 S10-S5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的 S10-S5的时候 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CLC 我放10进去的时候 我的 S10是235 ok so 我的 S10是235 ok 嗯 我刚刚的那个 S10 啊不用减我自己在这一边 我的 S10的情况之下呢 他是十百二 然后二十加十减一三 然后接着呢 我的这个 S5的时候呢 他是十五百二 ok 五百二 五百二 二五加 五减一 三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十百二五 然后二十加九乘三 然后拿到的是二三五 然后我的五百二 五除二 乘挂虎五二十 哎五二十对 哎没有二耶耶耶是十 然后他这一个是二十 加四三十二 所以他这个是八十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呢 他的 sum of 这个 T10 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了 那个 呃 呃 他就会变成了二三五减八十 所以这一个等于二三五减八十 二三五减八十的时候 ok 二三五减八十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一五五 ok 然后我要拿到一五五的话 你看第六个 term 到第十个 term的时候 我二五加二八加三一加三四加三七 暴力破解法 我直接这样加上来是一五五 所以他这个的答案是一五 这个是暴力破解 好 so 那个 呃 他其实还有一种类型的题目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现在呢 他刚刚这一个是十十三十六 然后他最后一个是三十七这样 这一个题目也是常见的一种题目啊 就是说他这一个这样呃 加 ok 就点点点 三十七 他要你找他的 sn 等于多少 题目要你找 sn 等于多少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我找 a 是10 然后 d 是13减10等于3 然后我的 tn 是37 所以37等于 n 减1 a 加 n 减1 d 所以他这一个是 a 加 n 减1 d 然后他是10 加 n 减1 d 所以27等于 n 减1乘3 然后9等于 n 减1 所以 n 等于10 所以我在这边 x 10的时候 他就会10 和 2 a 加 l 10 加 37 这样 ok 所以他这一个是5乘47 所以我在这一边5乘47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这个235 就是我刚刚的这个235 ok 好 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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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